曾经抗议普廷独裁统治的俄罗斯女子摇滚乐团暴动小猫 去年才刚刚获得自由 不过今天又传出 这个乐团的成员阿列希娜和托洛·科尼可娃 在素西再度遭到警方逮捕 最新消息显示托洛·科尼可娃的丈夫在推特上贴文 表示两人目前刚刚被释放 和他们同时被拘捕的其他7人也一同被释放 警方给出的罪名是怀疑偷窃 目前还没有对他们正式起诉 不过托洛·科尼可娃在推特贴文表示 当时他们两人只是在散步 远警把他们强行推上警车 暴动小猫的律师亚历山大·波普科夫证实 素西阿德勒区警察局的三四十名远警 当街抓捕了阿列希娜和托洛·科尼可娃 据悉 两人当时在素西市中心 聚动奥会场约30公里 他们周日到达素西 正在排演以揭露俄罗斯政治压迫为主题的新歌 普提教你爱祖国 还有另外大约15名正在抗议的异见人士 也被远警抓捕 阿列希娜和托洛·科尼可娃 因在莫斯科表演反对普提的歌曲 被判刑 关押在监狱里两年 冬奥会前获得俄罗斯总统普提的特赦 去年12月23号出狱后 两人就呼吁抵制素西冬奥会 他们认为普提的特赦 只是借用奥运树立自己的形象 并非要改善俄罗斯人权状况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威迪综合报道